哈啰 大家好 在上一期的影片 我介绍了C-LEN大作战的基础功能 基本操作 还蛮长的啦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请你去复习一下 因为接下来的东西 会跟上一期有一些连结 如果你不懂看不懂的话 还是要先去看前面的基础操作 这一期我要讲说 这个地图里面有很多的地图物件 它们代表的功能 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 那接下来我一一解释跟你讲说 这些物件到底它的功能 能够做些什么 我这边整理了这个地图上面 会出现的一些物件 首先红色警探号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主线 所以你之前有在打的 应该跟着剧情走的 就是走这个红色警探号 再来宝箱的部分 有两种宝箱 一个是黄色宝箱 一个是红色宝箱 那这红色宝箱 又称为深渊 我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黄色宝箱 它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神秘海域 它的目标就是 要我们去把这个 沙点的出生点给踩掉 踩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关 那顺便把旁边这些 支柴 漂流物给收集回来 就是我们的胜利 所以这算是一个很简单 可以收集材料 收集资源的一个地图 这中间你可以不用打任何的管 只要收集跟踩点 这样就好了 好那第二个 这个红色宝箱 深渊呢 深渊就是俗称 我们要打这个 谁脸BOSS的一个地图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派四队 把这个BOSS 想办法在四个队伍里面 把它车轮车下来 我们就可以获得 大量的一个支援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打法 好接着我来讲一下 黄色宝箱 跟红色宝箱 是什么获得的 首先在一般的商店啊 或是海域这个 确保之后 你会获得一些奖励 所以商店可以买得到 或是一般地图奖励可以拿到 那这东西呢 其实 就会有分等级 像这种白色底的啊 白色底的 都是属于黄色宝箱 它有分这个侵略等级3 到侵略等级6 不等 所以越高级 当然等级越高嘛 那红色底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俗称的深渊 也就是C-Len的坐标轴 所以打开来 我们就直接去打BOSS 所以这东西呢 我们只要打开来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坐标 这坐标会存在在这个 我们的物品栏里面 好 那回到地图上面 我们就看到说 这边地图上面 会有一个黄色宝箱出现 红色宝箱也是一样 好 接着这是这个红色漩涡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据点 那这个据点呢 进去 顾名思义 它就是会有4个地方 让我们去打这个据点 那打完据点之后呢 还有这个偷家的小怪之外呢 我们就会打到最终的BOSS 把这个最终BOSS 打完之后 拿完奖励 通过这个坐标轴 离开之后呢 我们就获得了 这个地图的胜利 所以还蛮容易的 好 接下来是这个 绿色的部分 绿色今天就是我们的直线 或是后期开的这个美日 这个我在后面 港口的地方 会再详细的说明 剩下就是这个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有试性的一个获取 或是一些资源币的获取 那再来就是港口的一些功能 好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地图上的 这个基本物件呢 其实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不过他们不同的这个地图物件 他们也有在进出上面的一个限制 好 我先来看一下 首先主线的部分 它就是一次性的 你解完主线之后 就再也回不去了 好 那第二个是这个保箱系列 它是属于单程票一次性的 我们只要打开这个坐标 进入这个坐标 我们只要离开这个坐标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消失这个 宝箱地图的这个功能了 宝箱地图它会有一个离开 要么就是从地图里面的传送点离开 所以这个你只要一离开 这个地图直接就不见 所以没有拿完宝物的话 其实是很浪费的 或是你打不赢这个 深渊王而离开的话 也是非常的不划算 好 那第二个是属于周游票系列 还有我们这些资源啊 私信啊 还有港口啊 还有这些美日支线等等 这个你付费的这个行动点 进去之后呢 你黑出来 它出来不会消失 你可以反复的进出 反复清除 直到你把这个任务 把这个奖励都拿完之后 这个地图才会消失 所以像是据点 这些你可以利用逃课打法就是这样子 我只要付了行动点 我没有拿完奖励之外 我就可以从据点跳出来到港口回补 然后补完再回据点继续打 所以这些地图物件都一样 所以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层级的 好 那他们这个优先层级上面 还有一些不同样的一个上下关系 首先如果是这个逐件 它会大于这个一般的宝箱拐 那宝箱地图会大于这个据点 那据点又会大于这些资源地图 这怎么一回事呢 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我们这边有个地图 宝箱地图出现在资源地图上面 所以我们第一个进去的这个地图呢 会是宝箱地图 所以它这个层级很明显就是它会有个上下关系 它是一个覆盖的关系 只要我地图上面存在这个宝箱地图 我就会压制这底下的表现 所以以后我们要解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附属任务的时候 当我上面有宝箱的话 我们就不会进入所谓的一般地图 当我上面有据点的话 我就解不到这个底下的附属的这个任务 或是每日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 它们是有一个上下覆盖的关系 好这边应该到时候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我进入这个据点不能解这个直线 或是地图的这个任务 或是我进入这个宝箱地图 反而不能解这个地图的这个星星 所以它们是有这样的上下覆盖关系 好所以啊 最后如果我们想要解一般地图的要件 或者是直线的话 只能存在是同一个层级的这个地图 我们才可以一起解 也就是说像这种四信或是资源 直线或是港口 这个是同一个层级上面的一个地图物件 所以这边的所有任务 是可以一并一起解的 那在这之上这些据点是没办法 去解我们一般直线 或是地图上面的一个星数 所以这样子应该你对于这个物件上面 上下的一个关系应该还蛮明确的 好我们以上可以介绍这些地图物件 相信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那这边我们会讲说 如果我主线解完 接下来我该做些什么 好主线解完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解放港口 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NY港口 然后还有一个皇家港口 在地图的右上角这边还有一个港口 还有这边地图下面也有这个港口 我们必须要解放这四个港口 那解放港口的要件就是 把这个海域给打到安全海域 就是全清解放这个安全海域之后 你就可以解放这个港口 所以这四个港口 请务必要把它给解出来 好那解放港口之后呢 有什么好处 解放港口之后呢 我们进入这个港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美日任务 当我们进去美日 四个港口会每日刷新两个港口 会增加这些美日任务 那这些美日任务呢 它都会附加这些这个META的点数 所以我们每天的要认就是 把两个港口的美日任务全部打完 顺便收集这个META 然后收集这些资材 所以这个还蛮好赚的 很简单 每天收集 然后每天跟着它打 再来就是补给的问题 这边也会刷新坐标 还有一些精彩 还有一些设计图 所以能买的话就是尽量全买 它这边的这个资材呢 其实是一个限定词的概念 有限有数量的一个限定词 据说好像全部刷新四个港口 总共是刷新150样的这个道具 所以你全部买完150样 就不会再刷新了 这也存在一个平衡 就是每个人每个月最多 就是买满150个道具 不会多不会少 没有人O没有人非 就是每个人一定买的数量都一样 所以尽可能是把这些道具 全部都买好买满 那当我们四个港口都绕完一轮 然后每日任务都接完之后呢 我们就去跟着去进入 打这个每日任务 其实每日任务都蛮简单的 每日任务就是 所谓这个地图上面的惊叹号 我们只要跟着惊叹号去 收集他惊叹号要的一个目标 比如说收集资财 或是打这个Sailant 之类的 我们打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Meta点数 还有获得这个每日的一个奖励 所以每天要做的就是 四个港口寻一遍 有每日做每日 然后有这个资源就尽量买 这个主线通关之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剩下就是打这个飞龙了 好的 那这边会有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 也是蛮稀有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的港口 被这个据点给覆盖住的话 我没办法解放我的港口 怎么办 因为我们说要解放港口 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桌边海域给刷到安全海域 也就是全情 可是我据点的层级在一般的海域之上 所以我打不到一般海域的这个全情 没关系 一样 我们这边一样 我们先进入这个据点 进入据点呢 我们不用打它 我们可以从旁边的地图出来 然后我们在地图上留一个宝箱 或是开一个宝箱地图 进去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宝箱地图东西全拿 然后据点全清完之后 踩点踩完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个传送的坐标轴 我们就由这个传送坐标轴 直接返回前一个海域 也就是前一个这个海域 它返回前一个海域的话 会变成一个一般海域 而不会进入所谓的这个据点海域 我们在一般海域的话 我们就可以造成我们这个全情压制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到安全海域 然后并且解放这个港口 目前只有这种解法 那未来这个官方会不会设计 新的一个解法也很难说 目前已知能够这样解的就是 借由先进入据点 再进入这个宝箱地图 宝箱地图刷完拿完 借由宝箱地图的传送点 传回原本据点里面的一般地图 再全部清完进入安海 开启港口条件 如果你有这个据点 占领港口的问题的话 你只能这么做了 以上是今天这个 西典作战地图物件的一些解释 那后面可能会有比较详细的据点站 还有这个深渊站的一些介绍 那敬请期待啦 有什么问题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唱片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